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下一个我想要跟各位介绍的一个就是 我们今天重点 刚刚为什么教取代你们可以了解吗 我们是希望说 以前你可能就是土法练钢的方式 那种方式不好 换交比较好的作业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想要来跟你介绍一个 就是有同学他会比较喜欢 他会比较喜欢就是 反正就是他被要求制作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里面呢 这些文件都是由左到右 可是呢 他就是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变成直视的文件 就是里面的文字他变成直输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这样子要求 反正就是他只希望说这边是横输 可是这边突然有一小部分 他要直输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做 我也帮各位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在这个地方 这个内容 好 那做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假如说我今天我刻意的 我刻意的 我先把它避开 上面那个段落 下面那个段落 这都是可以横输的 那 接下来呢 我只有这个部分是直输 所以我就会想到一个方式 就是 这边是一个表格 透过表格的方式来去单独控制 表格里面的文字是直输 当然还有别招 真的还有别招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连续文件 连续文件 我用表格 如果是不连续文件 例如说这边是我要放一个横向的 横向整页都是横向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分解符号了 绝对是用分解符号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那个这边的做法 就是我先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 然后贴到这里面 贴到这里面 可是呢 这里面的字啊 是不是都还是横向的 我就去做表格 请问是表格的美观有关系的 还是配置有关系的功能 配置 对 就在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横输直输 我们改成直输 是不是就变直输了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稍微拉长一点 拉长一点 或者是短一点 来去控制 就是稍微左边留一点点空间 可是 当我们今天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我刚应该做的是这一个 当我们今天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稍微注意 它现在是不是都转成直输 这个阿拉伯数字哦 一定要改 不可能这样子放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点 然后用常用底下的这个符号 亚洲方式配置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横向 确定 它这样就转一个方向了 再来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啊 我刚刚是不是把那个文字改成什么 转一个方向 横向文字 对不对 我们选到这两个字 至少可以用哪一招 复制格式点两下 就是复习一下之前教过的 然后呢 这边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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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速度是不是比较快完成 然后ESC结束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就是说 当你今天改成直输的时候 你要包含把这个 一点二点 这阿拉伯数字一起改哦 你不能不能就是就是控在那边 就是让它横的 这样就不好看了 好 所以我刚刚做两件事 就是把文字啊 直接搬到哪里去 表格里面 然后改那个直输方向 就这样子而已 这我想本来你都会 只是我觉得有点像脑筋挤走 但是但是这总笔不知道怎么做来得好 好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大概在我提供的文件 第七页那地方